年輕一輩在論壇上的鐵紋 有時會笑某類投資者常常看錯佛 只是靠資金多 一直維持倉位直至股價回升 因此只是本多中性 尤其是堅持幾件 越跌越買 只要相關公司不破產 理論上總有回升的一天 這就像著名的倒大小理論 以100元為駐馬壓駐大小 第一注輸了後 第二注可以加倍成200元 只要贏了一次最終獲利就是100元 不過這理論最危險的在於每次翻倍 連輸幾注之後 就變成了天文數字 股票佛場的加注速度較慢 不會一夜之間 就需要沿駐馬的幾千倍來翻身 但是能夠做到本多中性 仍需洪厚資金 現金流穩健 不者數年前開始在大學 售貨分開投資和融資 最近幾個月又在本欄寫融資策略 以及工作上幾個進行中的計劃 其實全部都圍繞分析佛放 及個股之外 如何建立機制保障投資結果 論正怎樣由財富自由達到機構化 其實追求的也許就是本多中性 本多中性是日本賤國名將本多中性的諧音 他是德川家康的手下 由積田德川兩家初露蜂王的統劫奸之亦首次上陣 到中年是德川四天王之一 直到德川家康統一日本 受封將軍後 本多中性領有十萬石 是重要的普代大名 按沒有德川血統 但長期親德川的大名 就是普代大名 能夠買中了最後贏家 還在分亂的年代做到全此全中 其實也不容易 雖然是由鞋陰來的村作富會 但是藉由買一隻股票而致富 極是價值投資者最希望做到的是 本多家的子孫儘管有被減封 圍繞到了三百年後的 明治維新時期 才除雀莫苦制度消亡 而完全退出政治舞台 如果投資能做到力有不需 由財務自由再變成慈善基金會 十代之後 仍能為社會服務 也算是一大奇跡了 取笑人家本多忠勝 潛台詞就是對方經常看錯佛 分析能力不足 當年積田信長評價本多忠勝 說他是日本的張飛 在戰場上勇猛無比 勇猛和魯莽只是一線之差 如果不單單以事後成敗而論 分別就戰略目標是否值得花人力物力爭奪 張飛在長橋段後勇猛 是因為他在保護留備 本多忠勝也曾為德川家康電後 阻擋武田軍的追擊 在現代投資而言 不斬倉市對股票長期表現有信心 相信企業盈利最終可增長 而刺激股價 勇敢是否有價值 就跟股票幾年後的前景直接掛勾 願意為某一隻股票本多忠勝 需要勇氣之外 更是信任該企業 把其視之為德川家康 當然 真正本多忠勝交易頻率不會多 大家都相信天道酬勤 工作或學業是多勞多得 投資卻未必如此 所以 管多忠勝一族交易少 長期表現卻不逐就看不通了 來若木雞在現代語境是客到法令 目登口呆的意思 該成語出自莊子達生 一開始說某隻紅雞鬥雞時候表現穩重 像木雞一樣 不受敵方挑釁 等到敵雞為得累了 在關鍵時候一蹺一踢 就將對方擊倒 因此 這隻紅雞在鬥雞場上長勝不敗 有些古評人和扣論古的時候 講多錯多 甚至成為了燈神 但是觀察他們的生活 卻未見有什麼殊淺的跡象 也許多觀察他們在分析個古以外的說法 留意人家如何穩健持盤 就會明白他們也許是燈 卻更是燈塔 根基穩固 力盡風浪也不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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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